我不同意是一個擾民 因為現在是一個公共衛生 我們在香港做抗疫已經相對很重視 給這個城市 給居民有一定的活動 還有他的日常生活 上班都可以維持 當然有時商業處所和學校 就無可避免要關閉或者縮短那個營運時間 但是公共衛生的工作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說是需要同心抗疫 全民參與 剛才我都有機會和幾位這裡的區內居民談過 大家都覺得好 應該做 我都問他 你覺得這幾天很難受 他說他們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展示了 其實市民都是很願意配合這個工作 其中一個我們已經看到是需要完善的 就是什麼時間去公佈 大家都知道了 市民一聽到就開始或者會走 傳媒都拍到有些人拖廁走 我們當然不願意見到有人離開 因為每一個離開的人雖然仍然是受制於強制檢測令 但是都是相對是有些風險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行動開始的時候才公佈 所以下一次我們就要認真研究 是不是當市民一收到封呢 或者透過你們報導就收到封呢 我們就不如稍為早些公佈了這個行動和行動的細節 因為我相信如果昨天這裡的區內居民知道 只是講了48小時 而且政府是有足夠的配套的安排 例如我們有食物包 有熱線電話 或者他們是沒有那麼擔心 從而是選擇離開這個小區的 就是這次的行動 我對於同事都有一個寄望 有一個要求 希望做到是越人性化是越好的 第一 我們是通知居民 我們會分批有秩序地安排 甚至是陪同他們下來 去到那些流動採養站那裏接受採養 基本上是逐家逐戶去拍門 然後就是帶他們下來的 第二方面 我們知道這個區裏面是特別多少數族裔的朋友 所以我們的訊息 我們的單張 阿神可以說 我們的單張都是有少數族裔的語言 第三方面 這個區裏面有一間安老院 相信亦都有其他的長者或者殘疾人士 是不方便下來接受採養 所以我們是安排上門採養 阿神 承我 替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